贵贵 你把我从隔壁喊过来 就是要看这个吗 好漂亮呀 这是什么呀 这个可是我家的传家宝 喊你们几个来欣赏欣赏 啊 传家宝 我爷爷说这个茶壶 是我爷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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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份传下来的 可神奇了 怎么神奇了 这看起来就是比普通茶壶漂亮一点的茶壶 这种茶壶 我再要多少有多少 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 这你们就不懂了吧 这样吧 我来泡一瓶茶给你们尝一下 先给你们看一下 这就是一瓶普通的清水 我可以作证 这个水壶里确实是清水 刚才是我去水房打的水 看好了 我把清水倒进湖里 芝麻快开门 这装神弄鬼 好好玩的感觉 贵贵 你到底在熬过什么呀 大家别着急 马上就会有惊喜了 看起来好神奇啊 好了 现在我要把湖里的水倒出来喽 你们可要看好喽 请看 水的颜色怎么变了 你们快闻闻看 这香味怎么有点闻起来像可乐啊 什么 白水竟然能变成可乐啊 这可不是可乐哦 它只是长得有点像可乐而已 其实啊 它是一种茶 不过这种茶喝起来 确实和可乐一模一样 嗯 真好生气啊 我喝去传家宝啊 那这个茶壶应该很值钱吧 贵贵 这是什么材质的呀 咱们茶茶 这可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不能随便空的 可是它为什么不觉得可乐呢 这就是这个茶壶神奇的地方呗 贵贵 我可以尝一口吗 那当然啦 你们信的话 你们每人喝一口 这个真的有点像可乐的味道 竟然真的变成可乐了 你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太可惜了 现在你们都信了吧 这毕竟可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呢 贵贵 看在我们俩这么做朋友的份上 竟过玩两天呗 那可不行 对你这俗心大意文性格 肯定会弄丢的 那这么好吧 茶壶呢 我的茶壶呢 上哪儿去了 怎么了贵贵 你在找什么呀 我的茶壶不见了 刚才就出去了一小尾 可乐就没了 什么 是那个可以把水变成可乐的茶壶吗 别急贵贵 你再好好翻一翻 会不会丢到床底下去了 哼 叫你准天炫耀 这一下弄丢了吧 真是个笨蛋 说不定啊 已经被人偷了呢 真的找不到了 这怎么办 几个小时之后 陆小鸚 你手里偷了什么东西啊 没 没什么 你干嘛呀 顾贵 顾贵 你帮我喊来有人请示干什么呀 你还好意思问 说 我的茶壶是不是你偷的 居然真的是茶茶偷的 偶然和我想的一样 哼 我就知道啊 他不是什么好人 我 我没有偷你的茶壶 那你把你的手拿出来看一看 那 换一只 那 那把你眼中手都伸出来 好你个茶茶 害我对你这么好 你竟然偷我的东西啊 还好这个茶壶不值钱 什么 不值钱 这不是你家的传家宝吗 哼 想不到吧 这个可是我们宿舍做的一个局 最近我们请示老是丢东西 不得已 只好做个局 引小偷上钩了 没想到这个小偷竟然是你了 茶茶 我早就说了是他吧 你们还不相信我 你老实交代 是不是还顺走了我们请示别的东西啊 我 我没有 我 我才没有拿你们的东西呢 还在狡辩呢 政务都在这里了 陆茶茶 这是你放在柜子里面的吧 这里面可都是218请示丢的东西 证据都已经齐全了 陆茶茶 你还想狡辩什么 你们不像我 我们早就开始怀疑你了 所以找小美帮忙 一起演了一场戏 你就没想过 白开水变可乐很离谱吗 眼看就是假的 一点科学依据都没有 这咖啡玩这么多干什么呀 还不把我们宿舍的东西都给还回来 没想到这些都是假的 你们合体火来欺骗我 太过分了 那肯定 诺费了文静的主意 才能抓住你这个小偷 茶壶啊 是我在小卖部买的 变可乐也只是个魔术 没想到你真的上当了 对不起 怪怪 思思 文静 嘉义 我 我再也不敢了 对不起这句话 还是跟老师说去吧